對 蚊頭過了 可能蚊頭在掛斷 今年蚊頭都不成功 切四遍 像我都一直打魚去死 白行菜都沒有問題 跟蚊頭有問題 喔 OK 好 好 謝謝 好 蚊頭有影響力這麼大 白行菜沒有問題 對啊 就蚊頭會這樣 跟蚊頭有問題 蚊頭穿下去之後 都一直撞去 一直炒打去 一般來說 我們在這個蚊頭的時尊 通常他這個 就是說在我們 蚊頭都是為這個 他這種有可能是這個 蚊頭病這類的這個東西 就是說他知道出來之後 蚊頭 因為有知道的人 跟蚊頭一張都有可能 而且你這種應該是蚊頭 蚊頭有一點 簡單說 就是說他可能有一種 比較甘 人有的說甘水刷 這類的這個東西 所以他在打打不說很利 他那個顆粒的蚊頭 蚊頭比較沒問題 好 有時候我們蚊頭的時尊 蚊頭很難 因為蚊頭之後 他那個蚊頭都會吃蚊 所以通常我們下肥 一定要補肥要吃蚊 因為他沒有什麼油脂質 所以他不會掉肥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重點 所以在這裡讓你稍微解釋 了解到這個大概 我們會去遇到這個情形的 提供給你做參考 還有一個就是說這個蚊頭病 這部分的這個問題 有時候他可能是筋那些會比較容易 所以有時候我們必須要 來幫他用一層這個油 這個毒素我們在用 有時候就是會去用 一些這種像冰克龍 藍一點紅油粉 要打熱這類的這個油 如果要蒸一層 過敏也好 還是說總要用毒的 稍微毒解釋之後 比較來蒸 這種問題通常就比較不容易 來幫他發生 這目前我們看得到這個情形 應該是這樣 所以你稍微來幫他注意到 還是說有時候這種在囤 這個頭 如果說因為掛材 他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是有一個叫做聚合病 所以你要去抓去 應該人工如果是好 剛才這樣說 處理起來如果沒有問題 就是像大德索應該是 差不多可以控制好洗 不過有時候我遇到的這個情形 是這個聚合病 他就是有一點像 膠塞煙那種東西 但是他在生長的時候 尤其他在基部那種那種 那種的稍微有一點點 稍微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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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肯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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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 有時候要有一點點黏黏 甚至呢在棧腳這家 還是說有一點白色的 這個 蚊蚊這種東西 來把它刪清 這大手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有的在台語 我們說交塞煙 但是交塞煙是這個 比較大的時候 比較大棧那時候 對到他通常 就比較明顯看得出來 如果小棧呢 金粉你看不出來的那些 但是他就很冷氣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要稍微注意 這通常是和我們的一個產地 這種像過頭 鑑水的這個情形 就比較容易有這個問題 來發生 就是說剛才說的 這個鑑水所要的這個問題 這就是造成我們 這個交塞煙的這個問題 這你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提供給你做參考 所以你一步一步來說 正常我們的處理應該 在賓客龍加一點點 這個賓客龍加一點點 這就是他的這個用藥 我們可以簡單稍微來 控制一下這樣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不好 就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因為我們到這個 聚合病的時候 有時候看不出來 那如果是聚合病呢 我們就很難處理 這一般來說 我們盡量保持這個產 不能太過頭膽 如果是討伐這個問題 利用尤其一來做處理 就是說 比較熱一些比較有的 尤其不一 那這一般來說 就能把這個問題 控制掉了 這得手 我們現在的這個情形 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提供給你做參考 大概我們看得到 還是說不然 所了解到 應該是這種的這個情形 提供給你做了解